宝贝,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 先预备好我们的心,一起来读圣经 今天继续看到《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一到九节 过了五天,大祭司亚纳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铁土罗下来 向巡抚控告保罗 保罗被提了来,铁土罗就告他说 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 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 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 唯恐多说,你嫌凡旭 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 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 我们把他捉住了 你自己就问他 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 事情诚然是这样 读了这段经文 妈妈要带着宝贝 从得到的领受 一起来祷告 福音的主 感谢你怜悯我和我的宝贝 我们知道 人一旦失去了你 就是失去了依靠 感谢主耶稣 亲自成全了救人的福音 但愿你的福音在这个时代里 仍然像大雷声一般 惊醒世人 带给人群和社会 深远的影响力 此爱的主 祈求你让我们都能 跟着圣灵 活出有力量的人生 恳求主在宝贝的一生中 引导他 能在善事上 聪明有智慧 不沾染任何恶事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